大家好 我是朱卫文 从济南出发开了六个小时的车 终于来到北京了 现在在通州区的马居桥镇 有个网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挂币单公寓 我们上去看一看啊 刚刚已经看了好几家店了 都不太合适 要么就是价格不合适 要不然反正就是价格不合适啊 我们上去看一看啊 这北京的酒店实在是太贵了 有多贵吗 两三百块钱一晚上 谁住得起吗 爱什么国际玩笑 他说已经去网吧了 他说他今天一晚上去网吧住 给他叫回来 住什么网吧 这个不知道贵不贵啊 超过一百块钱我也不住 反正我都不接得住单天 最好就是二十块钱一晚上的 超过超过八十块钱都买 住不住 先上去看一看 看一下好不好花 超过一百块钱都不住 住网吧得了 兄弟们 我们四个人住这一个挂壁公寓 两张床 有空调 还是挺明亮的 很暖气的 六十块钱一晚上 才贵啊 有点贵 这房子很贵啊 这房子最多 这二十块钱 在东莞的话 满大街都是 你看这泡泡烂烂烂烂 会不会塌掉啊 单中是北京 北京 北京贵有贵的道理 但是他那六十块钱 空调不让开 确实是 有点不太平 确实是 油动器给收走了 但是他这 这有一个叫 冲凉的 卫生间 他没有压刷吗 冲凉的 压刷也没 这是布吧 这是不是布 那是油纸布似的 行 跟北京能住 这样的房子不错了 人家那都住地下室的 我看电视剧留言都这么严呢 对 人家是假的 有个房子住不错了 有了 哎呀 有遮风挡雨 这是北京啊 没办法呀 这不是 这不是护红窝窗呢 遮风挡雨 就是造影有点大 这边后面这个窗后面是马路 对 他这个床 我感觉四个人能在这里给他睡塌了 这边旁边要小心点 那边要小心点 那估计是用砖头垫下来的 对对对对 你看 哎呀 还真弄呀 这旁边的 哇 靠 这个是烂的 这只吃成了 那里不能做了 万一做烂了 明天再赔200块钱就不划算了 那里没有支撑的 往这边抓了 可能被子也有被子啊 有被子吗 这个被子都几十年没洗过吧 有被子 有枕头 你这被被子 无洗吗 还是两被子 没有的话 到时候再给他再要长被子 还行 这被子 我到面殿的面具看看 面殿也是一个担心 他一个人出的 你这可以 啊 你这可以 这还行 凑合了 你这宽敞多了 这凑合了 还得是你啊 你会享受 哎呀 你这个也是六十吗 六十 可以 舒服 挺清晃 亏了谁也不能亏了自己啊 出门在外 哈哈哈 六十块钱 我刮刮 还有个衣服的 哦 确实是 这个唯一的叫什么家具 唯一的家具 租的地方呢 就地方来了 就住这酒店的啊 啊 主打的就是一个便宜 其实也看了好几家酒店 最终呢 才拍板 定的这一家 看来呢 是那种上下铺的 啊 一个铺位是二十二 也有二十六的 带空调 但是 那个不太安全 就怕手机啊 贵重物品被大家给摸走了 因为那个不是一个人 住在一个房间 像这个 还好 我觉得还行